然后并且告诉我你的相关资料 然后我会帮你加进来 那当然不是每个同学都需要 如果你觉得你进度OK的话 你可以不用加进 里面的话主要我会把每次上课的影片录下来 并且贴到这边 那当然如果你没有登录 第一个你要先登录Google账号 第二个你要就是按一下那个申请 什么论坛成员之类 然后告诉我你是上这班的同学 那我会帮你加进来 如果你加进来的话 理论上你的mail 就是每一次上完课 你的gmail你的email信箱 会收到这一封信件 或者说你信件找不到的话 没关系 也可以进到论坛里面 也可以看到这个 这边有个YouTube完整的影音连接 就是我们上课 每一次的内容 我会把它记录下来 并且做一个清单 那你就要复习的话 你就点选影片 或者全部播放 就可以看到内容了 OK那这样的话 你只要认真上课 如果有些细节 假如一下子没办法听懂 没有关系 反正就反复repeat repeat 反正多听个几遍 我想应该会啦 这种东西其实 就是需要一点时间 那你慢慢有那种 就是听个几遍 我想你通了之后 你会越学越 这个有感觉 那尽量就是说上课 专心听讲 那下课之后 如果不会 你就反复再听过 如果你已经会 你就算了 或者你有部分不会 你就跳哪一个部分 比如上个礼拜的那个什么 这个Eclipse部分不会 你就点这个Eclipse 或者说你可能是 转型部分不熟 你也许看一下转型 你就针对你比较不熟的部分 再去听过啦 因为像这种东西 真的是耳濡目染 那有些地方程式 说真的你听一遍 就已经懂了 除非你本来就会啦 或者另外一个 就是你本来 你就是天才 你是非常聪明的 不然的话 一般人说听一遍就会 那很难 很少 大部分人都听一遍之后 还是 那以前为什么会把它 就是会做这个事情 其实主要是因为 大部分人同会 上完课之后 又听不懂 听不懂怎么样 下一个礼拜又继续讲 上个礼拜的东西 复习 然后下个礼拜又复习上上礼拜的 每次都要复习复习 复习一百次 还在复习前面的 那你进度怎么可能再往前 那其实会错的地方 都是我讲过的 那同学可能有时候谎声 精神不集中 就没听到那个地方 那怎么办 那录下你回去自己看就好了 后来同学会有问题 大部分都是我没讲到的 那就很OK 那这样可以多讲一些其他的东西 所以回去的话 如果有需要你们都自己加进来 我每次上课都会把它录下来 那再来的话呢 今天也许我们就把那个 上次上课的有一些重点稍微提一下 比如包含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环境稍微复杂一些 主要是一定要一个那个 就是先下载那个Python 所以基本上我们下载Python之后的话呢 再把Eclipse的下载 那Eclipse不用安装 只是说它要加一些外挂 那你上个礼拜挂完之后 这礼拜就不用了 因为它都已经存在低叠 只是说呢 像环境变数还原了 所以它环境变数可能你要重新设定 不过其实环境变数设定 不设定好也没有关系啦 那我后面会讲 基本上呢 要怎么把它恢复很简单嘛 你只要第一个先找到低叠嘛 所以我们在这个已经还原了 不过没关系 那主要会有几个目录啦 因为这边很乱 这个Eclipse 这个是Python的 那这个是Wallspace Wallspace放什么 你之前的专案跟你的Marcho 有没有 都放在这边哦 也就是你开起来的话 它会自动开这个 这个Workspace 有没有 那我之前有讲过啦 我会把那个Eclipse 改成底线 有没有 Workspace工作区 然后 基本上呢 它上一次的东西 也会储存起来 所以我只要怎么 把Eclipse打开 它基本上就恢复了 什么事也不用做 你顶多是说你 假设你Python又跑掉的话 你可以再到那个 外挂不用再挂了 不用再什么 那个Astore News Software 会有这个 有没有 不用了 一次就好了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 这个我们讲过那个Pydev这边 这个Python里面的那个Pydev这边 你可以看到Interpreter这边 应该也不会跑掉了 理论上除非说你的Python的路径 重新安装 像现在3.7 也许它之后又有3.8 那你又灌了3.8 你可以什么 去remote掉 重新再new 重新选3.8进来 可不可以 也可以 OK 或者说你 这个Python的路径跑到别的地方 你再重选 就怕说有些同学 上次安装Python的时候 忘了选到D 选到C 那现在不见了 怎么办 没关系 你再把它灌到D里面 去找到就可以了 这个动作主要目的是说 把Eclipse跟Python串接在一起 因为Eclipse没有那么聪明 它不会知道你的Python存在哪里 那你只需要告诉它说 在那边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之前new一下 browse一下 跟它讲说 我放的位置就在我的D底下的 Python的路径 然后这边点一下 主要是找到这个Python的执行档 开启就可以了 那另外还有一个 未来什么时候可能还要变更 因为还有时候之前有同学 发生什么状况 就是一直城市发生一些 奇怪的状况 环境好像乱掉或坏掉了 那我就跟他讲说 不然这样好了 你就直接把你的这个环境砍掉 砍掉之后重灌一下 有时候环境就OK了 有时候不太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不过砍掉重来也比较快 不然有时候找不到问题点 那这边可能要注意一下 接下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 有关这个变数 那里面的话我们有练习就是一个 这个字串跟整数 然后还有辅点 另外还有一个list 这部分 那这个的话 请各位就是把这个环境先恢复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逐一逐一就要来讲一些有关证照的部分 所以待会的话也许你们就是除了test这个专案之外 也许呢你就再new一个 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专案 project OK那这边的话呢 也是用那个python 那我们这个另外独立出一个叫这个 for那个证照考试的 也许我这边给他取名叫tqc好了 tqcplus 他有个家了 tqcplus 然后一样 create一个source 然后把它finish 以后的话呢就把它分开来 也许你的这个专门是写那个什么呢 证照的题目的话就new在这边 new一个module 那比如说我的第一题是什么呢 那个第一题是 那个102好了 那102通常 一样啦 那个档案名称尽量也是不要用那个数字 当名称 所以基本上我会在前面加一个a好了 a102 然后把它finish finish之后他会跳一个这个template 不过template基本上你可以按cancer就好 因为不用template template就是一些范本 可能有些已经写好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直接加套上来 你可以拿来修改 这边叫template 那把它cancer就好 里面的话呢假设102要怎么做 请各位也许先试试看 那待会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102题 102题里面的话大概会有几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第一类我刚刚讲 他说第一个将来考试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档案 告诉你放哪里 那不过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那个考试系统 所以我们就自己建 那里面的话他说设计要求 他说可以输入四个分别含有小数点 什么呢 小数一到四的辅点数 辅点数就是有小数点的那个数字 那其实就假设你不知道输入什么 你最好就干脆按照这个来输入 第一个输入这个 第二个输入这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然后呢将这四个辅点数以蓝宽7 蓝宽要7哦 那蓝与蓝间隔一个空白字圆 所以这个蓝与蓝中间要一个空白字圆 然后呢每列两个的方式 要先靠右对齐 然后呢再靠左对齐 然后呢左右接以这个线 这个垂直的这个线 把它做分割 然后辅点数必须要到小数点第二位 输出结果就长这样 就是你输入四个 所以你可能要用四个input去接 要怎么接 然后呢按enter之后的话 结果就把这个输出给我看到 不过在这个之前 因为里面可能会需要了解 你怎么做格式化 那这个格式化部分的话 其实各位可以参考那个这个在我们的书里面 有一个格式化输出 在一支八页这边有格式化输出 那里面的话就有稍微说一下 主要是用format这个函数 可以帮我做资料的输出 那或者是说你们也可以参考另外一个地方 我有在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的那个第二个单元 基本语言与结构控制 基本语言结构控制的最后面 就02的这个 最下面的话会有一个 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的话就是 如果你要做格式化 用那个format这个函数的话 那假设你要输出小顺第二位 他的格式就长这样 前面加号就长这样 那如果要做对齐的部分 长这样 你可以参考 这个F指的是辅点 D的话是整数 OK 那如果说呢 我今天要做相关的格式设定 这也有一个表格可以参考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先把那个102题先看一下 待会我们再练习 这个怎么样完成 刚刚讲这个题目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一样把那个Equilibus的环境 先开起来 试着先把102题稍微看一下